拜登和习近平在G20峰会前在巴厘岛面对面两人没戴口罩会谈大约三小时 台海议题乌克兰战争北韩飞弹事社都有谈到 拜登说他和习近平对彼此很直率 中方则说习近平认为和拜登的会谈是深入坦率有建设性的 美方事前表示希望达成的目标其实都有做到 毕竟这个门槛并不高 维持沟通管道畅通的部分 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明年初访问中国 这是要跟进拜习会谈之后的后续讨论 那也将是2018年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国之后 再由美国国务卿到访中国 另外中方不满裴洛西访台中段的美中气候对话也将会恢复 另外美方希望谈的红线问题 我们都看到美中各自发出的声明 关于台湾都有坚定立场 但也是最大分歧 这个中方利益核心的核心 第一条不能跨越的红线 基本上没有妥协空间 也是美中无法消弭的分歧 除了台湾 科技和人权也是美中主要的分歧点 但是拜登认为 习近平是愿意对特定议题有所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说 他不认为中方有立即入侵台湾的意图 对于北京对台威胁 拜登直接点名的表示 反对北京在台湾周边的威胁 挑衅和日益挑衅的行为 因为这不止危害台海和区域的和平稳定 也影响全球繁荣 美国希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情上 北京可以有更清楚的表态 美方声明提到两人同意 核战不能打也打不赢 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核武或威胁使用核武 但是这部分中方的会谈摘要是完全没有提到 总的来说 昨天的拜祭会谈是美中改善关系所踏出的一小步 但是没有根本上改变或者解决美中旗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